接下来可能有钱也订不到了 因为要迎接台北101的跨年烟火 最近附近饭店已经大客满 台北市观传局表示 目前新医区跨年当天订房率已经达到九成 几乎是一房难求 如果你不想人挤人的话 你也可以跑到山中的温泉会馆来跨年 因此也有业者推出了跨年泡汤烟火 迎树光的活动 跨年出了看烟火听演唱会 如果不想人挤人 现在越来越多民众选择温泉饭店 作为跨年的去处 加上今年过年四天廉价 北投目前的温泉饭店 共有一千多个房间 几乎全部客满 很多民众的泡汤行程是 先到晴天康看101烟火 看完后直接回饭店泡汤 另外到北海岸跨年 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过新年的方式 因为除了可以赏夜景之外 金山万里一带也有许多温泉会馆 可以供游客庆祝跨年 有些温泉饭店不仅提供露天温泉池 加上跨年餐点 到了跨年倒数时刻 还会释放高空烟火 让游客在温泉池内就享有跨年去 有些业者表示跨年要熬夜 温泉可能可以协助恢复体力 能让民众隔天迎接曙光 或者是参加升旗典礼 但要提醒大家泡汤加熬夜 可能得注意身体状况 以免乐极生悲 这些台北综合报道